平常養味的好料理 雷師傅要做的是 金瓜 秋葵 豆腐泥 當然我們今天用了 這個金瓜泥的部分 南瓜泥 還有豆腐泥 豆腐就是把水擠出來對不對 把水擠出來 碎碎的 當然就是有秋葵的部分 秋葵要好吃 我們不要把這個蒂頭切掉 現在這個蒂頭很難吃 我們要怎麼處理 來 我跟各位講 很簡單 來 小屁股學校 對 這樣子把它削起來 當然刀子要立 對 你要刀子不立的話 要拿去哪裡嗎 去哪裡 去哪裡 磨刀墊 不是 或自己家裡用磨石板磨 不是 拿去便利商店 為什麼 因為它便利 好啦 沒事 我聽懂了 變得鋒利就對了 對 好 我們就這樣子 像削蘋果這樣子 把它削起來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削 然後把這個比較老的部分 跟KA的部分把它削掉 像削鉛筆那種概念 把它削起來之後 讓它整個都沒有缺口 這樣上面就會比較細 這比較細比較好吃 那沒有缺口 我們就把它直接放下去 那燙的時候 要怎麼樣燙是比較好吃 有人會燙得黑黑的 對 水一定要滾 因為它其實 像這個秋葵 水如果沒有滾的話 燙起來對 就是會黑黑的 如果是滾的話 我們盡量就是把這個整個 秋葵去把它攪拌一下 變好麗 對 把它這樣子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之後 讓它完全充分的 泡在這熱水裡面 它就比較不會氧化 它其實跟茄子有一點一樣 它沒有接觸到油面的部分 或是熱水的部分的話 會比較容易黑 所以我們在大概燙的時候 讓它煮一下 燙大概90秒左右 因為它跟一般那種小黃瓜 什麼的比較不一樣 它可能要稍微久一點 它那種纖維比較會軟化 OK 纖維組織軟化會比較好吃一點 對 好 為什麼說秋葵有氧味的好處 是因為它那個黏液嗎 對啊 就是秋葵黏黏的 它其實就是一種多糖體 那種多糖體他們在研究上就發現 我們的胃就是那個黏黏的 會附在那上面 那我們的幽門桿菌 它其實就是很耐酸 但是因為附在 但是因為那個黏黏多糖體在上面 那個幽門桿菌就 就黏不住在我們的胃上面 所以其實這就是目前我們說 秋葵養胃的原因這樣子 所以包括了像山藥這一類的 對 然後有人納豆囉 是嗎 那種黏黏堪吸的都算嗎 對 其實不只是納豆 如果是毛豆它也會 但是毛豆的原理它其實 倒不是黏黏的 而是因為毛豆的纖維含量很高 所以它會整個讓它的腸胃的 那個胃的弩動性很好 就會趕快把酸給代謝出去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 把秋葵給撈起來 你們看到水的部分都變 好像很濃稠那種感覺 對 其實它的黏液 就有點出來了 那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趁它現在有一點熱度 我們要先把它拌上調味料 很久的時候拌就對了 對 調味料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叫昆布醬油 把它放進去之後 讓它吸收到 有一點那種醬油味的那種感覺 第二個當然就是 把豆腐泥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讓它充分的吸收到 裡面的醬汁 把它包附在這一個 整個豆腐泥上面 第三個就是把這個 南瓜泥的部分 我先把它放一部分下去 另外一部分要做盤勢 把它放進去 然後還有就是番茄 這樣顏色也很繽紛 對 放進去之後 然後一樣 充分去給它拌勻 對 所以待會兒雷師傅 還會把最後的步驟告訴我們 今天有個加碼的 是洛桑醫師要教大家 你說如果你的患者 腸胃不好 你有一個撇步 教它也是跟秋葵有關 對 秋葵水 會怎麼做 通常秋葵 就是把它切成小碎片 像雷師傅這樣切嗎 對 然後你用就是一個玻璃的 大概500CC或是1000CC 看你的秋葵量 500CC大概加10顆左右的秋葵 10條 500CC加10條的秋葵 對 然後就是溫度大概80到90度的 不要太燙 是 對 然後加在熱水 然後燜個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對 然後一個小時以後 你就把它就是用榨汁一樣倒出來 對 那些就是綠色那些都會的 只會有一個非常黏的東西 然後喝那個 然後通常我都會 整瓶喝掉還是只喝上頭黏黏的那塊 沒有 你要榨出來 倒出來 水全部倒出來 只有會剩下那些渣 綠色的渣 黏黏的東西都會出來 然後你是教什麼樣的患者 要喝這個秋葵水 有幽門感菌或是胃酸 或腸味道不好的 什麼時候喝 飯前飯後 通常飯前喝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野蜜 蜂蜜就對了 對 最好是野蜜 好 蜂蜜也是對那個腸味道 都有那個潤腸的作用 好 所以今天雷師傅一倒 再加上我們洛桑醫師教的 秋葵切碎 然後放到80度90度的水 大概放多久倒出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倒出來 喝那個水對於大家 腸味有幫助 而雷師傅這一道現在也完成了 我推薦這道金瓜秋葵豆腐泥 脆口的秋葵搭配香甜南瓜泥 清爽美味容易消化 秋葵中豐富的果膠 更有助於修復胃黏膜 讓胃潰瘍風險遠離你喔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其實胃癌早期沒有什麼症狀 但是可以從你每天的分辨 觀察到一點蛛絲馬跡 馬上回來 我阿嬤88歲瘦了20公斤 她就是靠這個方法瘦下來 我們遇到卡關的時候 其實只有兩個方向 一就是吃得更少 二就是動得更多 但這個少到底要怎麼少 多要怎麼多 這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快來加入健康2.0 YouTube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觀看線上專屬課程 還有好禮送給你喔